欢迎收看围棋课堂 一线流魔法围棋入门 大家好 我是杨又嘉 现场欢迎来自巨人围棋道场的同学 也就是前吴兆毅围棋道场同学们 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们要为各位介绍什么呢 我们要介绍怎么样来下棋 怎么样来抓棋子 上一次呢 我们跟大家说过这个棋道 对不对 下棋的棋士啊 很重视这个棋道的精神 可是这个棋道的精神呢 往往要由这个棋士啊 他用他自己的身体的知识语言来展现 那么职业棋士的话呢 跟业余棋士 除了棋意上的不同之外 职业棋士的一举手一头足 每一个动作呢 都是非常的优雅 我们一看过去呢 就感觉到职业棋士他的深度 他的内涵 他的修养 所以说 职业棋士他这个训练呢 是从小而训练的 很多职业棋士 其实他的学历并不高 为什么呢 因为职业棋士像不跟我们一样 我们平常这个念书 下棋只是一种娱乐 一种兴趣 可是职业棋士有的为了要 把他自己的水平提高 他得花更多的时间在棋上 所以比较从前的那些老的棋手 他往往学历都比较 不是那么高 因为他很小 五岁六岁呢 就开始全心全意的投入这个围棋的学习 比如像这个二十世纪的棋盛吴清源 或者是像我们这个华侨 吕日华侨的棋手林海峰 这些老师 他们呢 学历往往只有中学小学 可是虽然他们的学历不高 但是呢 他们行之于外的 他们的这个谈吐 他们的风度 都是非常的风度翩翩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下棋的时候呢 他们对自己平常呢 就锻炼了深入的一种思考方法 所以说他们讲话讲的不多 可是讲出来的话呢 都是很有道理的 那么 我们现在学习围棋的时候呢 也要想办法 在学习围棋的过程当中 把职业骑士这些 有关于棋道方面的这个修炼 我们也跟他学习 所以说下棋的时候呢 一定要讲究礼节 讲究规矩 因为我们说棋道 这个道就是一个规矩 那今天我们来教大家下棋的这个知识 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 这个演员在演这个电视啊 在说他下围棋 可是我们一看就知道 他不会下棋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上拿那个子啊 那个知识就怪怪的 对不对 跟我们一般真正会下棋的人 是不一样的 真正会下棋的人的话呢 他有一定的这个规范 一定的知识 好 那现在在教大家怎么样来下棋之前呢 我要先介绍一下棋冠 老师现在手上拿的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老师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棋冠啊 是日本式的棋冠 这棋冠里面呢 有180颗纸 那么这个 当然这形状很漂亮 对不对 很漂亮 有花纹的 这是一般的这个日本棋冠 那么日本人对这个棋道的这个规定呢 是非常严格的 比如说棋冠应该放在哪里 它都有一定的规定 不是说随便乱放的 我有个桌子随便放 不是这样子 那一般来讲的时候呢 这个棋冠啊 应该这个不下的时候 放在棋盘正中间上面 然后要下的时候呢 是放在右手边 然后如果是那个日本 有一种高的棋冠的时候 高的棋盘 很厚的那棋盘 那棋冠怎么放呢 就放在棋盘的这个正中央 正中央 所以呢 即使是每一个这个动作 比如说棋中 比赛的时候有棋中 棋中应该放在什么位置 棋中应该放在黑棋的 应该放在这个白棋的右手边 白棋的右手边 好 所以每一个这个棋具的位置 它的形状 它的规格 都是有标准的 有标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像剑刻在五剑一样 怎么样才能够把落指的姿势下得好 这个时候才能够表现出你的气质跟风度 大家看棋盘上的手下的这个指就觉得非常的优雅 接下来我们就看落指的姿势了 我们看电视上的手在动 对不对 他的手在动 他在干嘛 他在抓子 他抓子 怎么样把一颗旗子从旗盖里抓起来 然后再把它下到旗盘上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主题了 好 那现在我们把它做一个分解动作 这个是连续动作 我们做一个分解动作 刚才有小朋友说太快了 好 第一步 我们就是要抓一颗纸 现在请大家 所有的小朋友都把旗盖打开来 好不好 把旗盖打开来 然后把盖子放在旗盖的下边 这个两斗先不用拿出来 没关系 我们因为练习落指 只需要一颗旗子就够了 所以说暂时不用 不用把这个两斗拿出来 把这个旗罐放在旗盘旁边 好 那现在我们就照着这个电视上的动作 来跟着他学习 好不好 第一步呢 我们要从旗罐里抓一颗指 对不对 我们的手是用拇指 还有食指 大家知道不知道拇指跟食指 我们五个手指 第一个是拇指 第二个是食指 中间最长的是什么 中指 对不对 好 我们不要用中指 我们用拇指跟食指 抓一颗旗子抓出来 这样子 好 抓好了没有 好 抓好了 那这个手当然不用这样张开了 好 抓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动作 好 好 第二个动作就比较难了 大家看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得要怎么样 要把这个中指 我们刚刚讲 中指最长的这个手指头 伸到前面去 伸到这个旗子的前面去 会不会 伸到前面去 你这个不对 要中指 中指伸到前面去 本来是这样嘛 对不对 中指现在伸到前面去 伸到前面去 然后把这个食指呢 退到旗子的中间来这里 好 这样子呢 三个手指头就夹住这颗旗子了 有没有夹住 有没有夹住了 有没有 我看看每一个人 我看每一个手伸出来 我看看你有没有 你的中指没有伸到前面呢 对了 伸到前面 对 要伸到前面 中指要伸前面一点 伸这样 这个中指前面 要伸到前面去 对对对 你的伸 有了 很好 你的中指还是 你的食指还在这里 中指伸到前面 对了 这样才对 可以吗 好 然后呢 第三步 大家看第三步 第三步的时候呢 其实就已经把这颗旗子 变成由拇指跟中指 把它夹住 食指只是轻轻地顶在后边而已 刚才本来食指在中边 中指这样把它伸过来 变成拇指跟中指夹住这颗旗子 有没有 然后食指顶在后边 中指跟拇指顶住这个旗子 中指跟拇指顶住这些 然后食指下在后面 对了 这样子 不要抓那么紧 轻一点 对了 很好 然后最后一步就完成了 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的话 我们就用食指 用这个食指跟中指 把旗子给它夹出来 把它夹出来 刚才是顶在后边 对不对 顶在后边以后 把它夹出来 夹出来 好 夹出来 有没有 现在夹出来之后呢 旗子是在食指跟中指的中间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来 会不会 没有夹那么 夹在旗子中间 对 刚开始小朋友会夹不到 会掉下去 对不对 要慢慢练习 把旗子夹在食指跟中指的中间 好 现在每一个人都这样夹好 来 我看看你们有没有夹好 你这个还不对 好 然后呢 除了要夹要注意 夹的时候怎么样才会姿势美呢 就是你的其他的手指 不要抓起来 这样子的话 好像一鸡爪子一样 对不对 很难看 要把手张开 把其他的手 把它张开 张开哦 张开 这个没有夹旗子的手 不要握起来 握起来的话 像鸡爪子的 要张开 张开的时候呢 你的手就 对了 很漂亮 你这个姿势就 你这个姿势就挺漂亮的 但是夹旗子 不要夹那么后边 夹中间一点 对 你的手不能夹 手不要 还有你们的手不要抽筋 有的小朋友 手好像钢筋一样的 轻一点 放松一点 你是没有夹太外边 对 那你这个中指要伸前面一点 对这样就可以了 好很好 好然后夹住以后呢 要落指的时候呢 好大家注意看 注意看 老师落指的时候 落指的时候 你看这个手本来是往下 对不对 稍微抬高一点 然后拍在起盘 拍在桌上 会不会 稍微抬高一点以后呢 拍在桌上 会不会 会不会 好 现在呢 我们再回来看一遍 再来看一遍 我们再看一遍 第一步 第一步怎么办 大家现在跟着做 第一步把拇指跟食指 把旗子夹在手上 来 夹在手上 第二步 来 中指伸到前面来 好 会了吗 有没有讲好 生指伸出来没有 第三步 拇指跟中指夹住 把食指顶到后边 第三步 拇指跟中指夹住旗子 食指伸到后边来 都会了吗 有没有夹住 好 最后把旗子推出来 然后手打开 手不要抓在一起 手打开 不要太用力 然后呢 把旗子拍在桌上 不要那么用力 轻轻的就会有声音了 轻轻的就会 你看这个不行 这一拍旗子全跑掉了 怎么行 来 你看老师拍一个 你看 这么拍 这样子 拍下去 现在会不会 拍下去的时候 旗子落在旗盘上 才很稳 落在一个定点 不能动 好 我们现在给大家 五分钟时间 大家练习一下 每个人都 旗子抓出来 拍下去 要练习很顺 好不好 好 好 会了吗 可以了吗 可以了吗 好 那你这个坐子的时候要注意 手不能举到头顶上再拍下去 这太难看了 轻轻地拍在桌上就可以了 好 你看 你这个拍的满地都是了 轻轻地拍 轻轻地拍在桌上 如果你骑子抓得很稳的时候 它自然就会有一个声音 并不是故意这样子打到桌上去的 是轻轻地拍自然就会有一个声音 你手没有张开 你手通通握在一块了 会不会 对不对 你的手也是 你不要这样子抓 这样不好看 要张开 拇指要张开 要张开 不用那么用力 你的姿势不错 但是你太大力了 太大力 手要张开 轻轻地拍就可以了 你太大力了 你故意的 好 好 那么现在大家把旗子收起来了 我们现在继续讲 好 大家现在看这个电脑萤幕了 好不好 那我们小朋友下棋 你看这个小朋友下棋 他姿势漂不漂亮 要 才行吧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他这颗子下在什么位置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礼节 我们一开始下棋的时候 黑棋应该要下在右上角 应该要下在右上 棋盘是不是有四个角 对 对不对 右上的角在哪个位置 大家知道吗 右手的 右手 你们有没有跟左右不分 右手 为什么要下在右手呢 为什么 对啊 好奇怪 为什么要下在右手 好 那现在老师告诉大家为什么 好 大家注意看这边 比如说 不一定欣慰 来 比如说我跟这个小朋友比赛 对不对 对不对 通常我们下棋是不是靠右手在下棋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为了表示对我的礼貌 为了表示他对我的尊敬 通常我的右手 最方便的位置是哪一个位置 是不是我的右手边这个位置 这个角是不是我 是不是属于我的 对不对 这个位置对我来讲 我的右手最方便 最方便落子 所以说他下棋的时候 如果他下黑棋 他千万不能怎么样 放左边 他千万不能第一手就下在这里 那他如果下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不让我下了 那我变成我就很不方便了 对不对 所以他就得把这个折 从这边让到这边来 这样懂了吗 把老师的右手边这个位置 让出来给我 这是个礼貌 好 所以我们以后下棋的时候 大家就知道 第一手棋要下在哪里 下在棋盘的右上角 好 好了我们再来看看职业骑士的知识 我们说职业骑士的落子就很漂亮了 大家看这位骑士是谁 大家知道 认不认识他 不认 他就是最近得了应试杯冠军 第五届应试杯冠军的中国棋手 长号九段 有没有听过 中国人 中国棋手 长号 长号九段 好 这个是他落子的姿势 你看 他落子的时候 是非常慎重的 非常认真的这样下在棋盘 好棋盘上 你看 对手是不是下在他的 下在右上角 黑棋是不是下在右上角 然后呢 长号最方便的位置下白棋 对不对 有没有看到 好 这个是一个女骑士下棋的姿势 这是一个日本的女骑士下棋的姿势 这个姿势也是很不错的 是不是 好 今天关于这个 落子的姿势 我们就进行到这边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讲围棋短篇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围棋短篇呢 是到底什么时候学期比较好 有的人说啊 越早学越好 围棋应该越小学越好 最少三岁就学 有的人说呢 那么小怎么学的会呢 应该晚一点嘛 对不对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越早学越好 越早学越好嘛 那几岁学才好呢 六岁 六岁 五岁 对你看 刚才老师在讲的时候 你们都没有注意听啊 是不是 我们说 人的 小朋友的脑袋 脑子是几岁的时候 比较好呢 几岁 我们说 三岁的小朋友 脑子发育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六十 对不对 三岁只有百分之六十 所以说三岁要学的话 实际上你的脑袋的发展 还没有完全 所以要学真的是不容易 到了十二岁 再学就慢了 对不对 十二岁因为已经脑子完全发育好了 对不对 所以说比较好的时间呢 应该是 照理讲应该是 六岁 五岁 六岁这个时间 可是并不是说 越晚学就一定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学习呢 是一把 开启智慧的钥匙 就好像有一个宝库在那边 我开钥匙进去 对不对 可是不见得 第一个拿钥匙进去开的人 就一定可以得到 这个宝库的 不一定 因为你可能这把钥匙 大小不合 开了开不进去 所以不管早进去晚进去 最重要是你得进去 是不是 如果你能够学会了 那都能得到好处 那如果你 学的时机太过早 我们中国有一句话 叫做亚苗助长 有一个农夫在种这个稻子 对不对 那个稻子他希望他早点长高 他就怎么样 他就用手去拉它 把这苗子啊 你赶快给我长高吧 稻子 你赶紧给我长高 结果怎么样 结果苗子全部死了 干枯掉了 是不是 所以太早 有的东西太早是不行的 你看我们 比如说举例来讲 比如说打棒球好了 有些东西早可以 有些东西早不行 比如打棒球 投手 如果你上棒的时候 现在的教练都有规定了 有些变化球呢 不准你学习 不能学变化球 为什么 因为小朋友的手还在发育 里面的筋骨还没长好 如果过早投的很复杂的变化球 会怎么样 会伤害到手臂的发育 所以教练会不让你投 所以学习就是这样 并不是越早学就一定越好 而是要在适当的时机来学 最重要的并不是学习的时机 而是必须要参与 而且必须得拿到钥匙 我们刚才说了 进到这个宝库 一定要得进去才行 你光是拿着钥匙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以前有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小朋友 参加学校的赛跑 赛跑呢 他爸爸就在旁边给他加油 结果呢 小朋友跑不快 就跑了最后一名 大家都已经跑完了 就那小朋友还在跑呢 后来呢 总算 气喘吁吁总算到达终点了 然后他爸爸就问他了 他说 为什么别人都跑完了 人家早就已经跑完了 为什么你还是继续跑 你干脆就 你看你都最后一名 别跑了嘛 是不是 可是呢 小朋友就说了 他说老师有说 要跑到终点才有奖品 只要跑到终点都有奖品 早点拿奖品 晚点拿奖品都有奖品 可是如果没有跑到终点的话 就怎么样 就没有奖品了 所以跑到终点 才是真正的最重要的事情 早点跑晚点跑 早点跑到晚点跑到并不重要 这样懂吗 所以我们学习围棋呢 什么时候学习 并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你学了以后 得坚持到底 要把它学会 这样才可以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围棋短片 接下来呢 我们要再为各位呢 介绍一个围棋子的游戏 这个围棋子的游戏呢 叫做孔鸣跳棋 孔鸣跳棋 大家知道孔鸣是谁吗 他跳河了 乱说 孔鸣呢 是中国古时候呢 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那他发明了一种游戏呢 来帮我们锻炼脑子 这个游戏呢 就叫做孔鸣跳棋 好 大家现在看一下 这个棋的玩法很简单 我们必须得拿出24颗棋子 把它排成一个方形 好 大家看 那每一排是几颗子啊 每一排是5颗子 对不对 排成一个方形 然后中间他空了一格 那么既然是跳棋嘛 当然得跳啊 棋子可以横着跳 你看这黑棋啊 横着跳过去 然后被跳过去的那一格棋子怎么办 那也就拿掉了 好 这跳棋就是这样 跳过去之后呢 被跳过的棋子就拿掉 然后也可以直着跳 像这两个白棋 跳过去以后呢 被跳过的棋子就拿掉了 好 这就是唯一的一个规则 但是要注意呢 你跳的时候啊 不可以斜着跳 好 比如说黑棋这样子 斜着跳不行 好 第二个 也不可以怎么样 跳到方格子外边 好 这样懂吗 不懂 这个就是 刚才我们现在画一个叉叉这个绿色的范围啊 好 现在老师画给你看啊 好 就是说假设你排的这个方格子在这里 对不对 等下你跳的时候 你可不可以把这一颗黑棋跳出来 跳到这外边来行不行 可不可以 不行 这个不行 这样懂 这样懂了没有 这样懂了吗 这样懂了吗 懂了吗 懂了得说 懂了吗 好 所以说它有两个规则 第一个不能斜着跳 第二个不能跳出来 好 好 那跳的话 跳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跳到棋盘上的棋子啊 已经没办法再跳了 比如说像这样子 比如说这两个能不能跳 因为连在一起的棋子才能跳嘛 那如果没有连在一起的棋子 就跳不动了 对不对 跳到棋盘上的棋子都不能跳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算成绩了 好 那棋子跳下来 剩下越少就越好 好 比如说你如果能跳成一个的话 哇 恭喜你 你是小孔明 最聪明的小朋友 好 好 那我们这边也有一个这个 看看大家聪明程度的一个指数 如果你跳下一指或者两指的话 你是什么 天才 智商一百六 如果你跳剩下三指的话呢 奇才 跳剩下四指的话鬼才 跳下五指六指人才 但是跳得越多就越糟糕了 对不对 好 好 这个游戏呢 希望大家在家里先玩玩看 那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呢 再让大家实际上来玩玩看 好不好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边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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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